九名青年昨天结伴到选而新古毛登山 不料众人在渡河时突然遇到洪流来袭 河水十分湍急 其中两人及时上岸 另外七人则受困在河中将近四个小时后 才成功脱险 9名青年年龄介于16到23岁 萧整元昨晚7点55分接获求救电话 赶到后发现其中7人被困在巴当家里 隔东东河的大石头上进退不得 由于下雨加上水流湍急加具缩救行动的难度 萧整元花了3小时15分 在深夜11点45分才成功将所有人安全救出 9人全都安然无恙没有受伤